早上6点11分 花莲县秀林乡发生规模5.2的游感地震 几乎全台游感 尤其花莲最大震度有4级 摇晃得非常明显 从花莲鲤鱼潭的监视器画面来看 原本平静的水面在地震来袭的瞬间 监视器的镜头明显晃动 冲气的红面压还差点出框 另外从民众家中的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吊灯也晃动得非常明显 鱼缸的部分水似乎也差点溅了出来 不少民众都表示地震的晃动程度真的很大 直接从睡梦中惊醒 这起地震全台游感 也影响到花莲车站的倒战列车有延误状况 最晚延到30多分钟 而根据中央气象局的监测显示 6点11分这一阵各地最大震度花莲有4级 宜兰奥花有3级 台北市也有一级几乎全台游感 此外这也是今天第二起的游感地震 凌晨2点06分也有一次规模3点2 镇央同样在花莲县秀林乡 中央气象局也表示 未来一周都要盛防有余震的发生 第二次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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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